是美国总统川普因为感染新冠入院 72小时之后传奇事的火速回归 他离开医院的时候戴着口罩挥手 后来高调的搭着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回白宫 特意走上了台阶露台停留拍照 就在白宫摄影团队全程侧拍的时候 他突然一口气摘下口罩 用拇指笔在在行举手礼 然后傍晚的时候被人发现 他找了一个摄影师非常近身的跟他进行录影 录影上传推特 整场回归仪式看起来很像石敬秀 但是跟他近身接近的人其实完全无法得知 总统确诊出院之后到底还有没有传染性 川普想塑造成功抗疫的形象 而整个治疗过程 医疗团队所公布的资讯在美国显得非常争议 因为所有的资讯都相当含糊 不断强调他健康良好 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 美国总统川普返回白宫坐镇 搭配磅礴音乐 满满爱国情操 预告他即将战胜新冠病毒 川普端出的回归石敬秀让不少人看得满是问号 总统还是确诊病患却宛如打了肾仗凯旋归来 而夸张的还在后头 当川普走阶梯上阳台后 竟然一手把口罩给脱了 拥有熊破医疗资源的美国总统 告诉老百姓不要害怕新冠病毒 对于已经丧失超过21万条人命的美国来说 人民作何感想 口口声声说自己状态很好 但川普没说的是 他在72小时之内一口气接受三种治疗 单株抗体肌尾酒疗法 治疗新冠重症药物瑞德西韦和类固醇地赛米松 美国一届游行这三种疗法 本该在不同病况下使用 三管齐下会产生药效互相抵触问题 加上川普已经74岁高龄 恐怕会让病情变得更加严重 瑞德西韦能减缓病毒复制速度 而类固醇地赛米松 则会降低免疫系统运作 同步使用恐怕只会造成反效果 因此合理怀疑川普的病情并不单纯 这个谜团让外界把焦点转到白宫医师康利身上 他从川普入院开始就不断对外强调总统健康良好的讯息 敏感议题几乎都模糊带过 但当外界确认川普在3号接受过一次呼吸器治疗 戳破白宫医师的谎言时 对于总统72小时旋风式治疗 出院之后川普难道不具有传染力吗 康利的话能不能信 别忘了川普曾说他咨询过白宫医师 可以服用奎宁类药物对抗新冠病毒 事后被打脸根本没效 然而川普并没有打算停下脚步 出院前他一小时连发十则推文 最后都以vote这个单字结尾 明显已经准备恢复选战模式 此外他也被媒体捕捉到5号傍晚才回到白宫 立刻找来官方摄影师在阳台上近身开美拉 录制影片上传推特 看在美国传染病专家佛西博士眼里 这对总统的健康和周遭人士的安危都相当不利 出院前还在淡化疫情的川普 看来没打算休息 只是新冠病毒也没有停止扩散 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5号在推特宣布自己去诊新冠肺炎 强调自己是无症状感染将开始远距办公 这已经是5天内川普周边小圈圈第13人确诊 其中包括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他9月底曾帮助川普准备辩论内容 如今所有高层接触者人人自为 恐怕只有美国总统川普敢大声说 不怕新冠病毒 TVBS新闻综合报导